华晨宇玩音乐厉害了 华晨宇科班出身的背景对他玩音乐有很大帮助 CFP 动感101主持人 罗毅 歌坛会玩的人不多 我知道这么说很多歌手的粉丝会不服 但实际上敢玩感言感心尝试的人真的很有限 这个有限 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平台 所以我这些年来一般只有在KTV和歌手朋友们玩耍时 才能听到他们唱点不一样的作品 而今天想说的这个会玩的人是华晨宇 因为参加了天籁之战 华晨宇在大家心里的音乐形象不仅更加丰满 还多了幽默感 八华晨宇 是华晨宇最擅长的情感路线 就在他参加我是歌手 唱我的时候就已经得到肯定 顾香的云 这种复古歌也没能难到华晨宇 唱功使得他的处理让整首歌变成年轻人更为接受的版本 秒调原唱《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2016成为一个巨大转折 华晨宇对这首歌的结构是改编让神曲的神焕发完全不同的面貌 于是我们听到老鼠爱大米 从华晨宇嘴里唱出来的时候 开始期待他会不会就这样成为一个改编胜手 妙嘴生花 有人说华晨宇自己的歌能被大众传唱得不多 所以他的高人气靠的是中坟们不离不弃的支持 但从现在开始 我认为可以扭转这个既定印象 他的科班出身背景对玩音乐有很大的帮助 至少在技术上无懈可击 由业内高人巴了 《我的滑板鞋》2016个谱子 与庞麦郎的版本从音乐创作上做了深度对比 这首歌原来的版本获得巨大成功 《华晨宇》的版本则像一个武林高手 将歌曲的手脚全部打断 重新组合排列 去掉反复又不公正的肢结 一步两步摩擦 一步两步似魔鬼的步伐重新谱上旋律 改为唱词 调整好杂乱的节奏 将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 改为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后 新版更流畅更顺滑 它是你听过的《我的滑板鞋》 却又不是你熟悉的那双 变成了音乐性浓写强的样子 深曲升级成为神作 对这华晨宇 心里只有一个福字 所以当大家听到老鼠爱大尼 以香瑶的姿态出现时 更多的是惊讶 一首曾经烂大街的彩灵神曲 也能有小清新的效果 看来合适的包装和正确的定位 才是根本啊 我一直相信音乐气质 这个神奇的存在 作品呈现出来的面貌 与音乐气质相辅相成 所谓高端带气上当次 是比较通俗的说法 他带来的结果应该是带动 听歌人的欣赏水准 而不是魅俗 与银河 华晨宇本人队 我的华版写2016也很满意 满意到进录音棚专门录制一版 并且决定收入自己的第三章个人专辑 这个有趣的人玩起来还真是没有任何思想包袱 这个人玩起来还真是没有任何思想包袱 这些人玩起来还真是没有任何思想包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